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完網台的自然療法語力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療癒資訊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袁先生 你好 Della 好 大家好 如果一直有收聽 今天有跟著自然療法語力的聽眾 都知道 在同類療劑中 很多時候在緊急、急救或意外 如果用得正確 就可以把服緣的情況快很多 不需要等到慢慢拖 比起傳統的西方醫學 更可以更有效地治愈到 不如袁先生 你今天和我們的聽眾 可以綜合一下 在急救的情況之下 以外受傷後 我們可以用到什麼療劑呢 其實很多人都有種錯覺 認為自然療療是很好的 不過是慢的 但是自然療療的療法是快得驚人的 最有機會等大家經歷到 就是當你遇到這些所謂意外 創傷、意外、受傷 如果你能夠當時適當地運用到療劑 你就會經驗到那種快的復原 是驚人地快的 我和大家分享多幾個簡單的療劑 就是處理在緊急、意外的受傷 通常我們就要看看 我當皮膚受傷、破裂、有傷口 我們就要看看哪一類的傷口 是怎樣造成的 如果這個傷口是一些尖銳的物件 比如手術刀、刀是戒傷的 這種傷口叫Incise wound 就是戒傷的傷口 這是一種處理的手法 如果受傷的傷口是由尖銳的物件 比如釘、針、叉、叉、弄傷 我們稱為punche wound 即是洞穿的傷口 這些傷口可能會流血 可能會流得很大量的血 很多時候視乎受傷部位和受傷的血管 有辦法收縫得夠不夠快 如果受傷部分的傷口 是出現一些不規則的邊 我們稱為laceration 撕裂 譬如有時候在歐絲網勾 不小心拖一拖 出現那種傷口是撕裂性的 我稱為laceration wound 這些情況也可能會流血很多 但這種撕裂的傷口 是很容易受到感染的 如果你的傷口是很深的 當然也有機會受到感染 因為尖銳的物件本身是骯髒 可能會導致感染 在這種情況的傷口 首先要清一下 簡單來說 用暖水就可以了 如果有肥皂、鹼液 用暖水清一下足夠 就不用一定要用酒、燒酒 我做過很多研究 就算手術的醫生 它們的清潔消毒 用一般的肥皂、加暖水就足夠了 當然你可以按壓住它 按住它 令傷口的邊緣 讓它拔起它 亦有加速可以令它停止流血 當然有些人因為刺傷 有些人會打破伤方針 但在同學療法的療劑 可以處理不同的毛病的場合 第一个介绍就是生金车 生金车可能有丁劑 就是草藥 或者28C、1M、30C 没所謂的 最重要是有什么可以用 不用说一定要用某个份量才可以用 当然在同学療法 是一个非常认同的 应该很熟悉的 对付伤口的療劑 尤其是对软组织的伤口 例如出现乳伤 或者脱胶 肩膀脱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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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 有些时候可能要做些手术 手术前也可以用 吃几劑 因为始终手术 软组织一定会受伤 一定会割伤、脱伤 你可以手术前世或者手术后识 可以减低伤口发炎 还有些情况之后 手术可以包括眼科手术 最简单的就是膀脱胶脱手术 之前之后吃 也有些人用30元的情况 可以之前或之后吃 可以减低受感染 出现孕苦发烧的问题 这也是非常好的 可以减低摆血病 这就是deliverer生小朋友的时候 我用的方法 可以用疗剂的potency 30C、28C、1A 也可以用钉剂 就算有时候用钉剂 可以溝到水来清洗伤后 或者敷在伤后 有时候我没有钉剂 因为钉剂又不是这么多人有 钉剂很容易用完的 或者是揮发了 没有钉剂就用potency 也可以溝在水里清洗伤后 一样有效 这个就是ArnicaNo.1 那个生金车的这个疗剂 谁知道这样也好 家里避着这个疗剂 有什么都没有 我通常习惯在我的包包下 我平时挂着背包 我通常都会丢掉Arnica在这里 另外的疗剂就是Calandula officinalis 就是金盏花 通常用在一些伤后 是不能平滑的 可能是施裂性的伤后 当然有痛有成 也都用在一些伤后 比如子弹枪伤 所以这个疗剂金盏花 早年在美国南北战 甚至乎第一次大战 很多同疗剂医生在战场上 就会常用这个 逢遭伤口被子弹打伤 第一件事破裂的伤口就用这个 另外用在苦科的应用方面 特别的伤量 尤其在山里生在栗粉 或者生虫枝出来 loop 会引到盆康组织有些施裂 或子弁出口的远组织 出现了施裂的情况 通常会用金盏花清洗或者内服 所以这个疗剂其实两方面都可以 可以当清洗的伤口 倒入暖水、干净的水来洗伤口 另外一种就是Rootstoxic Rootstoxicodendrum是野角 通常这个应用在筋里脱伤或关节扭伤 或者用力过度弄伤这种情况 肌肉组织方面 很多时候出去的人搬东西 一搬东西背脊一箱脱伤了 或者手臂温馅了 或者琴膏拿东西 手伸上去之后 跟着根基的 ligament受伤 这个就是Rootstoxic Rootstox通常受伤之后 人们觉得很僵硬的感觉 所以用月水冲、月水凉会舒服一些 一种stift的 好像生瘦的关节 动动它会顺利 停留了就会僵硬 这个就是野角重心的症状 另外一种就是流氓的流化铁 Fernforce 我们用纤维盐 1.3.6x都可以 这个可以说per se 可以叫急救盐 凭有什么伤后 手上没有其他疗剂 用这个都可以用 凭有什么发烧 发炎 感染也好 用这个疗剂 就可以了 另外一种是Saphic Sagria 飞燕草 Saphic Sagria 这个千与草 通常我用在丁剂 用在清洁的伤后 尤其那种伤后 因为手术 手术刀 很锋利的 戒出来的 很干净的手术伤后 可以用的 另外一种情况 可能肚子的狡痛 尤其情绪引发的狡痛都很厉害 很厉害之下 可以用这个疗剂 这个疗剂也可以用在 有些人膀胱里有石 可能要用手术的方法 将膀胱的石拔走 出现了这个症状 或者可能玻璃戒出的 这种疗痛 通常都是尖弱的疗 疗剂就是Saphic Sagria 记住 干净的尖类的 玻璃戒出的 或者手术都戒出的 甚至乎手术 在膀胱里 抽罪了膀胱的尿道 膀胱的石 手术之后 基本上你的尿道 是被它抛开过的 赚过的 这种情况 或者用那些 尿管 道管 去拔石出来 后遗症 就可以用Saphic Sagria 非燃草处理 另外一种 就是Hypericum Perforatum 我用丁渣也可以 尿渣也可以 中文叫金丝图 金丝图通常用在 神经线的受伤 神经受伤 比如手指甲 手指尖或者脚尖 可能会凹凸 可以想到神经 因为十指痛归心 因为神经线特别强 所以可能不小心的手指 被门劫 车门劫 或者被垂头不小心 凹凸在手中 这种 十指痛归心 神经线受伤的痛 记住 Hypericum Perforatum 金丝图 这个尿剂 所以任何神经线充足的疗劫 或者是神经线 附近那些伤口 总之症状是非常非常尖銳的痛 可以想一下 那些是神经痛痛 都是很不尋常的痛 就是神经受伤的 这个疗劫有时我会用一些 可以帮助破伤风 有些人可能 怕着伤口之后 手术之后 可能会出现 抽筋 破伤风的症状 亦都可以用金丝图 这个疗劫 有些人受了伤之后 那些人出现情绪很低落 情绪低落 流血失血之后 情绪很低落 亦都可以用Hypericum Hypericum 金丝图 是一个草药 对于忠度性的情绪低落 都可以用得到 另外的应用就是 尖銳的东西 比如指甲 被一些木刺 捡到 这种情况之后 是尖銳的东西 组织图 OK 接着另外一种是 Symvytum officinalis 即是 折骨草 很明显 折骨草 当然 受伤就是骨头 尤其是断骨 骨折 这种情况 这个疗剂可以即时处理到这些折骨的症状 另外一种情况之后 有些人 截了脂 截了脂之后 伤口的部分 突出来的部分 很痛 以上的痛 经常觉得那种伤口还在 还没脱 我们叫做 Amputation 即是那种 即是那种 横肢 Fantom limb 横肢 割了 还觉得那部位 还是很痛的 这个疗剂就是折骨木的 Symvytum 另外一种情况之后 譬如有些人 去滑雪场所 大家很喜欢扔雪球 很流行的 很多时候 雪球 一扔 扔到眼睛 或者扔网球 脂与此类 所以一个球形的东西 是撞击打伤 眼球 这种情况 这类的受伤 记住 亦都是Symvytum 折骨草 另外一个疗剂 就是Ruta Graviolens Ruta Graviolens 就是云香 云香用在一些症状 通常是 旧的伤患 是扭伤过 Ruta Graviolens Ruta Graviolens Ruta Graviolens 都好像 未完全康复得到 这种情况 那种症 好像根症还在 关节 或者 软骨 方面 这个可以 局部应用 或者内服 很多时候应用的症的位置 通常是触果症 或者手腕症 主要是对筋膜 Tendons 滑囊 即滑囊方面 和关节 这种滑囊 Ganglium Bursa 这种 滑囊 的出现问题 亦有时用一些人 在手腕上方 手背 出现有一粒滑囊的肿块 滑滑的 通常是在脚面 手面 很多时候容易出现到的 其中的疗势 可以用的是 云香 当然在处理这些症状 那些份量 有些人会用得很高的 200C 1M 但最重要 要比较长的时间 去处理它 好了 另外有几只疗势 例如Canphora Canphora是张脑 Carbovac是植物碳 Varachium albem是白泥露 这三只疗势 通常用的是 在意外受伤之后 人们就很虚脱 没有力 长跑 马拉松长跑 基本上就虚脱了 或者没有气 不够氧 可以用植物碳 Carbovac 如果在虚脱之下 出现的人 冰冷寒 很冷很冷 冰冷寒的虚脱 就可以用 Varachium albem 白泥露 或者Canphora 张脑 张脑和Varachium 基本上 都是身体受伤 出现虚脱 人很冷 就用这个 武器就用Carbovac 植物碳 植物碳 另外一个疗势 Lidum palestrum 是导香 通常用在什么地方呢 是因为 针刺 弄伤了之后 出现 化浓 有指甲鞭 有时候 弄伤了之后 刺伤了之后 很快就化浓 或者 被动物 拔或者老鼠 或者小动物 咬伤了之后 昆虫咬伤 是针刺的 尖锐的 伤口咬伤 接着出现 化浓 甚至会炎造 出现到人 出现惊乱 总之是尖锐的东西 可能剪刀 插伤的 通常Lidum palestrum 患处受伤 一般会发炎 热 热 红 但Lidum的症状很有趣 伤口摸下去 是不发热 是凉凉的 用冻水敷 觉得会舒服 很不侵 很怪异的症状 这是导香 这个疗势的症疫 另外一个疗势 Hippa South 流化钙 Hippa South 或者钙 Calcaria Carbonicum 碳酸钙 这两个疗势 尤其是流化钙 通常用在 当你的伤口 出现感染 又红又热又肿 又痛得很厉害 不能厉害 不能厉害 还有 这种人在这个状态 伤口的人是很怕冻 对冻是特别害怕的 Hippa South 就要感染 又红又肿 又痛 又怕冻 这种情况下 就用流化钙 这几个疗势 如果大家 有机会在 医外出现的 煞马奸 去用 你就会发现 疗势 是惊人 不到你不再相信 相信或者怀疑 同类疗法 或者自然疗法 是很慢的 错误的观点 对 因为现在接触到 自然疗法的人 或者同类疗法的人 基本上他们的问题 可能已经有一段时间 已经搞不定了 才来找其他 寻求另类的方法去医治 相比来说 他们当然是觉得 其实你的问题 弄了这么久 弄不好的时候 有时可能会弄叉了 你要复原 逆转的时候 当然是一定要坏的时间 但是如果刚才袁医生提及的 那些情愿 在一些意外的 时刻发生的时候 例如刀伤 戒伤 或者被钉 刺傷 这些东西 甚至有时 手指甲 阻撞到之后 受到创伤 如果即时 用到一个适合的同类疗剂 其实那个问题 已经立即解决了 刚才袁医生提及的那些疗剂 其实在我们的陆创意健康店 我们是有一张图表 有一张图表 有一张图表 已经介绍了 是如何养常用到的 在急救情况之下 用的疗剂 亦都配备了 配备了整个套装 我们已经有很多的客人 或者听众 之前听过 我们关于同类疗剂 上来的时候 已经选择了这些产品 放在家里 在有备无患的情况下 因为这些紧急的情形下 你一定要用到疗剂 否则过了紧急时 你也可以继续用疗剂 不过你的时间就会久一点 正如如刚才袁医生说 他的疗效能够快到 真的几秒钟之下 袁医生说说自己的经验 你上星期做完 做牙齿 通常都是这样的 手术 一会之后就种了 牙齿 通常的医生牙齿都是这样的 就给了一堆止痛药 亦给抗生素 又给了消毒药水 可以浪厚 还给了那些胃药 他们一大包 我通常都是不浪费 叫他不用给我的 但可能今次护士不太清楚 不太记得 又给了我 好了算了 就先拿着 我自己过去都是 每次都弄牙齿都好 当然煮干的时候 那你都要用麻醉药 麻醉 你不可以 运动 这方面的 运动医疗是有贡献的地方 做一些手术的过程 当然你要用麻醉药 要不然它做不到 好了 做了之后 你的牙当然麻麻木木地走出来 当然你完全没有太知觉 你知道那些是麻醉药 我通常回到公司 吃疗剂 很简单的就是吃那个阿尼强 三十施 一吃基本上在一分钟之内 那种麻木的感觉 就会慢慢慢慢慢慢消失 大概五分钟十分钟 口腔的麻木感就没有了 也不会痛 通常就是 我曾经试过 感觉上好像你 一些手术都没有做过 直接开门到 是什么我做过手术吗 牙牙要搞那一轮吗 通常就是这样 还有有时候 我会另外一个就是金盏花 因为手术是帮你割 肉是帮你刷穿过它 有时候有些血会滲出来 也有机会这个伤后会有感染 所以它会给你抗生素 烧原药 我通常用棉花团 就印了 噴了一些金盏花 轻轻一点 那我就折到那个伤后 就是咬着它 咬着它 可能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那你就 就令到那个 金盏花有机会接触到伤后 那就会令到伤后 康复得更加干净 企丽 是没有事的 那我想大概是 吃了疗剂 我应该吃了五六次 为什么我会再吃呢 但我感觉它 好像有少少想痛 不是很痛 一觉得它咦 不是没有感觉 是有感觉 有少少想痛 那我就再吃那个 阿尼加 那这个 我基本上 就是用棉花 扣过一次 跟着其他时候 我就噴一噴 浸一会 基本上就没事了 可以这么说 在24小时之内 就完全什么事都没有了 不用说要吃几药 所以 和它疗法的东西 我觉得 你手上什么事都没有 拿着眼力 你拿着眼力 你就拿着眼力 你一定有机会用到 是令到你 佩服到 同类疗法 你配到五体投地 真是 坏得你惊人 我们也有很多 病人 有些学生 在疫症之前 都开了几年了 都有百多位学生 不同的课程都上过 但是很多病人 我们介绍了 疗剂 那些套装 他们都很喜欢买回家 他们用的疗剂 他们用的疗剂 是那几只 有时 但是 效果是惊人的 因为我认识的疗剂 我们会 选择的多方面 当疗剂认识少 你只用到那几只 我认识效果没那么好 不是 他们的报道 用在朋友身上 家人身上 很多时候 疗剂都能帮到 就是说 疗剂不一定要百分之一百 最准的那种才有效 就算疗剂 配得也不错 未必百分之一百对 也会有效 但总之是要 找到治疗的黄金期 他们可能就是 一些意外 一些受伤的时候 刚刚遇到学生 手上有一类型的疗剂 他们就可以 在治疗的黄金期 就算是你刚才说的 不是百分之一百对的 但对于他们的康复情况来说 有大大的帮助 如果用一些意外 我刚才跟你介绍那些情况 疗剂就是 如果大家听了 自己溫一下 写些读书 或者在我们健康店 有一个表格 表格里面 我们好像是中文的 中英都有的 一个图表 一个人的 不同的伤口 旁边有一个疗剂 当然 你如果听听我们的节目 其实我们过去 很多时候都讲解过 和疗法在意外 急救 用哪些疗剂 你找出来 听多听 你应该要记得到 到时有时 你就拿着图片一对 知道哪一类的伤口 你用很快 没所谓 一个疗剂不适合 例如半个小时 都好像没有疗剂 就转过疗剂 但疗剂一对 是快得你惊人的 是的 所以 希望大家听了 我们的节目之后 加中英都要常备 有这些疗剂 你才可以 学以自用 有时你只会听了 但手上没有工具 怎样神仙都难辨 所以 谢谢袁医生 和我们的分享 大家听了 亦希望你们有所行动 为你们的家人 或者身边的朋友 可以剃造到 健康快乐的人生 的情况下 谢谢袁医生 今天和我们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预约回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或扣晚 我们刚才提过的疗剂 或者其他健康产品 可以打电话到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卖28824848 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回诊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想重吻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 自然疗法语力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了 谢谢袁医生 拜拜 谢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述计划